第16题下列核者和物体的热胀冷缩现象有关 选项B 夜阳下海滩的沙比海水热 这是因为比热的关系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手摸酒精后觉得冰凉 是因为酒精很容易挥发 会吸热把热量带走 所以这也不是热胀冷缩 选项猪 冰块正在融化时温度无变 这个是冬物体在做状态改变的时候 我们继续吸放热 但是呢温度不改变 这也不是热胀冷缩 选项猪是错的 只有选项A呢是对的 这是老师上课举过的例子 我们的这个桥梁上的伸缩缝 就是要避免他在热胀冷缩的时候 因为受热膨胀彼此挤压 而造成他的变形或者是断裂等等 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 下列核者和物体的热胀冷缩现象有关 我们答案选择是A 水泥桥面上留有伸缩缝 放动 放动